我常见你哥的简讯我都看了 他本来是要自己回电话给你 但我觉得这种事情 还是当面讲比较好 省得我没有被黑过 哎呦 干嘛这样讲啊 好严重的样子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受伤 妈的血压早晚两次阿弟都有记录 我跟你哥是完全照了医生的指示在照顾妈 盯着他吃药盯着他吃饭 只要没有下雨 阿弟一定带妈去公园散步 妈的血压从来没有超过什么一百七 本来这种事我觉得我跟你哥要自己商量就好 可是你又误会 其实不正常是妈的记忆 什么意思 上个礼拜 他看着你哥叫你爸的名字 在上上个礼拜 他说阿弟偷他的竹子 那个竹子啊 他不是早就送给你了吗 反正我就觉得不对劲 礼拜一我就逼你哥带妈去看医生 医生说 早结失智症 这要多看几间医院吧 不是一个医生说了算啊 我会 你如果不放心 你也可以自己带妈去看医生 我要说的是 如果真的是失智症呢 我跟你哥讨论过了 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 是把妈送到专业的养养中心 怎么可以把妈送去那种地方啊 我知道你会是这个反应 但你了解你哥 你哥虽然生无大志 但他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 我工作那么忙 我怎么样也嫁进你家了 我就会把妈当成是我自己的责任 但是失智症 不是静孝道就可以了 他是需要有人24小时盯着他照顾他 我们家是有请外拥 但是你不能逼人家24小时上工啊 这种情况万一出什么差错 我承担不起 最好的办法 还是把妈送到专业的照顾中心 这个钱我可以出 我不同意 还是我把妈交给你